今年4月份,蒋敬夫宣布在退娱乐圈,要去日本留学,当时大家还为他惋惜不已,毕竟这两年他已经在圈内站稳了脚,这时候离开显然不是很好的选择。 在日本求学期间,蒋敬夫也没闲着,很快就找了一位日本女友,叫中复优花,今年7月份两人开始热烈,但是昨天就传出了蒋敬夫家暴的消息,其女友还刷出了被殴打过的照片,一时间蒋敬夫成了众矢之地,不久他就发微博道歉,让你们失望了。 对不起,之前就传出过他家暴的消息,但是双方都没有表态,也就不聊聊之了。 而家暴的具体原因也随着曝光,依次蒋敬夫的好友男生美小胖乘,蒋敬夫家暴是不对的,但是他的女友更过分,认识蒋敬夫之前中复优花就经常泡夜店,两人相连之后蒋敬夫也反对女友去夜店,中复优花看到生气的蒋敬夫就道歉, 并承诺以后不去了,但是之后还是照样去。 这位好友还爆料,中复优花之前,就一直服用避孕药物,和蒋敬夫在一起时也没有停用,按理说不会怀孕才对。 但是中复优花却拿出了假的倦单报告给蒋敬夫看,日语不太好的蒋敬夫也看不明白,那这女友怀孕自然是一心一意,并且已经决定跟他结婚了。 这次或许就是谎言被拆穿的后果,蒋敬夫也被气急了,才对女友下手,其女友也曝光了被家暴的照片。 但是对原因却必,口不提,据说,两人的恋情就是因为女友逼蒋敬夫和最后公布的,而这些还是这位以此蒋敬夫好友的爆料。 两位当事人目前还未回应家暴人也,对此,你有什么看法呢? 快快留言评论,把本文为一点好作者原创,未经受全部的转载。